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2017台北市大运 中华女排在自己的主场拿下第四 搅出近12年来最佳的成绩 球员在场上展现无比任性 其中最让球迷为之动容的是 自由球员杨梦化的拼战精神 赛前左手挫伤鼓劣 她仍然坚持上场 打着石膏为中华球队救下每一颗球 这样的精神让医疗团队与球迷既不舍又感动 哨音响起后 排球员的世界就只剩下眼前的那一颗球 全神贯注拼尽全力 在最后一颗球尚未落地之前 比赛都没有结束 而他们也绝不会轻言放弃 左手挖上了层层贴扎 打上石膏 带着上她坚定的上场为国家荣耀而振 她是2017世大运中华女排唯一的自由球员 台地女排的队长 球迷心中的自由女神杨梦化 在世大运前一天训练 然后我就真的不小心 然后手骨折这样子 对 左手的第五指的长骨骨折 但是其实心里觉得很复杂 因为我怕会影响到队 我不是怕我自己受伤 我是怕影响到队 然后又没有自由权可以帮我解的话 我会觉得队也没有办法继续比赛 然后所以不管怎样 那时候还没照X光啊 我就跟医生说不管怎样我都少下去 没有什么能够不让我下去的理由 发现出来的结果是比较的时候 其实整个气氛当然是非常非常低的 尤其是梦化她才刚从膝盖受伤 才刚回到场上 是处于一个 经历了一个很辛苦的复健过程 重新回到很巅峰的状态 在一个这么重要重视的比赛中间 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其实大家真的非常非常难 上届市大运梦化因西前十字院袋断裂 无怨披中华队战袍 今年挣钱受伤 冒着上市加剧的风险 她上场拼战的决心只有更加坚定 面对上市 梦化用很快的速度处理心情 毅然决然上场 打球时仿佛忘了身上的伤 每一次的飞升 铺接 重重疾病 都挑战着医疗团队的极限 她拼尽全力投入比赛 让成千上万的球迷为之动容 大家就是感动跟不舍 对 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替她担心 因为她有时候下意识 就是拿受伤的那一只手去救球 对 就是不希望她会有更严重的疏况 对 可是又一方面又会觉得 如果在这个时候让她下场 那她一定会很很遗憾 她也没有办法 所以一直对她在手上 跟大家一起听一听 在医疗团队谨慎照顾之下 梦化以坚强的意志力 打完今年世大运中华女排所有赛程 在排球场上缔造了奇迹 她所展现的巨大正向能量 也成为运动员精神的最佳诠释 坦白说 其实我觉得运动员 真的不是一般人 他们的坚强的意志力 也是因为这样的运动家的精神 才有办法在各项的运动里面 去缔造一些奇迹 缔造一些感动 那这对我们的意思来说 我们虽然在旁边照顾了她 那我们心里也是非常的忐忑 那看着她这样一路走过来 一路坚持下来 真的内心的感动是无法咽一咧的 女排她们常常会一直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求不落地 永不放弃 那杨梦化精神应该就是 道出了我们这些喜爱排球人的心声 在场上 绝对没有放弃这件事情 受伤可能也是一段 心境的转换吧 对 或许有更想赢的欲望 或是更想去做好的欲望 我觉得这老天的安排 可能就是要给我五样的考验吧 让我去接受这些考验 然后去突破 然后甚至要怎么让自己做更好 现在回想起来是 觉得没有遗憾的 对然后完成世大运家 世大运三百多位中华队 这些选手也许至少有 一百个人带上上场 但即兴骨折还继续要押拼战的 就只有梦化了 我们将会记得 2017台北市大运排球场上 有一种精神叫做杨梦化 它感动着每一个人 也鼓励着我们 在原生这场赛事中 追求目标也要努力不懈 不勤也放弃 求不落地 永不放弃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大家看看